暑假打工職缺多 大学生怨怨欲试 在农场实习的吴同学 巧手自制残宝宝童腕 外形微妙微笑 大四学生胖打 也靠折气球才艺 考取街头艺人 经常受邀到婚礼和派对表演 给我那种非常开心的微笑 其实我就觉得非常满足 为了赚学费狂打六分工的Alex 除了卖吉他 教乌克莉莉外 还发传单让自己月入四万 建了六分工为了支付 接下来庞大的学费 压力 是我才能够拼命 1111人力银行 昨天公布暑期打工实习意愿调查 这些打工族大方分享自己的经验 鼓励同学趁早接触职场 人力银行针对1106名大学生 进行网路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有六成九的学生 有意在暑假打工 也有四成九的学生 有意到企业找实习机会 总计共八成二的学生 想利用暑假投入职场 标查也发现 学生暑假平均想打1.6份工 最想从事餐饮服务 公司内勤 补习班等工作 期望暑假打工可以赚到两万两千元 新经验的学习是最重 还有态度的吸收 那甚至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域 去学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特别 人力银行网站 今年有五万笔打工机会 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 业者也不忘提醒 求职时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面试的时候呢 一定要找朋友一起来陪伴 以免单独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动新闻打工要睁大眼 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axis